熱鍋 開始了 嗨各位粉絲團 今天好像還沒九點半耶是不是 對 還沒九點半喔 何麼快 九點二十五 那這一台我們施工不到一個小時 这台车的车主刚好是经理好朋友 也陆续捧场了几趟 刚好换了CRV 觉得这台车怎么那么晃 所以就跟经理约时间来升级他的爱车 那今天要安装的版本 是KT的道路板 然后后轮的话 也有要加装仰角调整器 这台车的车高其实没有很高 因为它的底盘 原厂如果已经你的手指头的话 后轮的话大概是四指幅左右 但像一般其他的车款 像是RAV4 RAV4的话就高多了 RAV4的话应该有七八指幅 那都是一样的休旅车 可是它的底盘已经相对比较低一点点 但是我们来看看它的轮胎 这个也是还蛮大的问题 一般来说 像日系的休旅车好了 它的轮胎通常这个 这个叫轮胎的尺码 这个是18寸的 但是有可能 假设今天是欧系车 或者是Infinity的 它可能会配19甚至是配20 甚至比较大的尺码 有可能会配到21 好那问题来了 这个是235 60 18 这个是18寸是OK的 可是这个扁平比 60的扁平比 所谓60的扁平比 就是这个235指的是胎宽 单位是MM 60是235的60% 就是这个的厚度 所以它的厚度 是还蛮厚的 那蛮厚的会有一个问题 我们在过弯的时候 轮胎一定会受压缩 可是这个变形量 会因为它的扁平比比较高 变形量就变得比较大 所以有一个最客观的看法 就是我们从车子的侧面 车顶大力往侧面推的话 它车子其实避震器不太会晃动 但是这个轮胎还不断的在微幅的压缩 所以如果对操控比较要求的车主的话 经理会建议像这台车的话 可以升级大概到20寸左右 是比较均衡的一个规格 以前像这个18寸升级到20寸的话 一跳就是跳两个规格 那20寸的旅圈还好 可是轮胎的单颗的价钱 跟18寸的是差异非常大 但现在19、20的轮胎旅圈的规格 非常的普遍 所以它的价钱、价差 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大 那这个都是可以大幅 大幅改善操控的一个 很好的力气 那除了把轮胎尺码加大 扁平比降低之外 第二个会有立竿见乙的效果 当然就是避震器的 那KT的避震器 像这台车的话 这个前面的话 麦花城的系统KT有附上座 这台车我们在YouTube上面的影片太多太多了 而且这台车在台中弹子的武汽车 可以Google一下12345的武汽车 那一边的话 就有CRV五代的时装车 可以提供给车友来试乘 避震器的话 很多几乎每一天经理都在FB的板上 有车主询问说 这个A牌的避震器好不好 B牌的避震器 或者是A、B、C牌 哪一牌比较好 其实经理都会推荐 避震器的话 用询问的不准 有可能A车主 他想要的是非常热血的设定 B车主 他是因为立体停车位的车高限制 所以才要改避震器的 所以每个人的需求非常不一样 所以建议 如果在避震器选择的时候 就找看看 有没有车友已经改了理想中的品牌 然后去试试看看 那KT的话 有这台CR-V5代的实车可以试试 台中弹子武器车 可以跟老板张老板约一下看看 去试试看看 还有另外一间是在 很多车友改CR-V5代的 也都是在那边做改装的 是在台中比较靠近中科的国际进攻 吴老板那边 也改非常多台的CR-V5代 都可以到那边去了解 去试试看看 这个的话是前方的避震器 后方的避震器 这台车跟四代不太一样了 四代的话弹簧跟避震器是一体的 五代的话弹簧跟避震器是分开的结构 这里原厂的话后方有一个上座 上座的话沿用原厂的设计 KT这台车特别特别的不一样 像后方这个避震器作动的行程 做到170mm 比一般业内的还要长 所以它的乘坐起来的舒适度 会因为行程足够而比较舒适一点点 这台车当然我可以做得很禁忌 但是这台车 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家庭用车居多 会需要用到那么热血的 有但是毕竟是少数 所以这台车黑梯在设计成道路板的时候 都有把大部分应该要有的舒适度 有把它列入一个设计的重点 好这个是后方 那后方的阻尼 原厂的阻尼 就做得比较舒适 这个下压也做得蛮软的 另外还有一支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后方的阳角 那这台车后方的角度 只能调整竖角 阳角化没办法调整 所以车高降低之后 后轮Camper的角度会变趴 像今天车经理朋友的要求 是要降到剩下两指弧左右 原厂是四指 等于是降了大概30到35mm左右 所以后轮的角度Camper会比较趴 那就需要改这支阳角调整器 才能把后轮校正到比较不会吃太的角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后轮装上去的样子 这支是后面刚刚提到的 后面的阳角调整器 原来的话是不能调整 所以它是靠这个地方做成可调的机构 可以调整这个连杆的长短 来改变后轮倾斜的角度 所以这个就是后面的阳角调整器 那有的车友除了阳角 也会改下方这支竖角 这支竖角 这支竖角的话它是直的 它的也可以做改装 但是竖角的话原厂在下肢壁的内侧 就有一颗偏心螺丝 可是偏心螺丝它能调整的幅度 比较少一点点 所以如果改了阳角 通常角度不要太特别的话 都对应得到 后面的话 这个弹簧KT是配置6公斤 6公斤的规格 这个上座可能要介绍一下 这个上座 这个是原厂的上座 在上座的下方 这里一样会有一个旋钮 那这个活塞杆的长度 我把这个压缩起来 这个活塞杆的长度 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做了17公分 非常长 所以有足够的长度 才能让这台车有一个舒适度 这个是后面的部分 其他的话 这个经理朋友的话 都还是维持原厂的 但他有计划要升级20寸的 好那这个是这台车的前面避震器 前面的话 这个有ABS感应线 两个扣具 这里这里有一个固定点 这里有一个扣具的固定点 离载串的话 就沿用原厂离载串就可以了 这种离载串 他跟一般的设计 有点不太一样 他的离载串的一个球头 比较松一点点 就好像替打旧款的一样 所以这种寿命的话 经理个人发现这种的设计 离载串的寿命 好像都还蛮长的 前面这条弹簧 200长7公斤 是在我们直播里面的常见客 就是他的舒适度的话 比较好 他的外径 弹簧的外圈的距离比较大 然后弹簧跟弹簧之间的线距 线跟线之间的距离 拉得比较开 所以就会比较舒适一点点 在上座的部分 这台车拆装也很简单 拍得到吗 我看一下 不然拿手机好了 好来上座在这里 上座有三颗螺丝 然后这里有一个旋钮 这个旋钮就是在调整软硬度的 他有一个一个叮叮叮的手感 一个一个手感 一共有三十段 那调整的时候 这一边这边是副架边 跟另外一边 左边跟右边 记得一定要做对称 这颗引擎 1.5升涡轮引擎 很厉害的 油耗特别好的新引擎 那这台CRV的五代 到了今年2021 拍摄影片的今天是2021 所以8月今年的话 第一季也有了小改款 变成5.5代了 那个自动跟车什么之类的 都已经变成标配了 所以经理有两个朋友 把五代卖掉 换成5.5代 因为这个五代的二手车 既然非常好 所以它的贴的价钱 贴的那个金额也没有很多了 所以这个是这台车 在市场非常受到欢迎的车款之一 如果对经理刚刚直播的介绍 还有不了解的地方 欢迎私讯一下我们小编 记得这台车KT有办法 提供CRV5代的实车 实车啊 让大家来试试看看 有机会的话 跟我们小编缘一下 小编帮你们安排到 5汽车之类的店家来试试 试试有满意 再考虑就好了 好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谢谢大家 拜拜